华山基金会等国以来对着 入学老大人的照顾是很用心 基金会在过一座进程 也特别没看 没来上过长官1300位的定位 价达300块的立本 不过没准这件事也不够 离过一座就春不甘等立本 没准也差400块立本的件事 基金会也希望社会台中 可以做过来到三岗 华山基金会等年以来帮助入学老人 以来在今年会和入学 特别花期没看完的活动 希望可以赞助这些学生中卫 一个小礼物 让他们可以欢喜过拾 华山基金会一方面在协助我们 照顾我们私人私自私医的 这样的一个长辈的一个关怀之外 其实欠缺很多社会的资源 可以来协助他们推动更多的工作 当然进入新 在两个礼拜就是端午节了 他们也期待说 在端午节的这段时间 可以为这些长辈了表心意 送应景的一个端午的关怀物资 华山基金会也来传牧籍来的务资 沉深送到中博的出来 让他们感受到社会的爱和关怀 我们今天的活动呢 其实是在募集我们今年度端午节 特别为长辈准备的端午关怀礼 那我们在过年过节呢 都会在节庆之前呢 把这些关怀礼送到长辈的家中 存播到两个星期的时间 五十多就要来了 但是目标的活动进行到也真没顺利 1300分的关怀礼包 目前还差400分 既然会也希望民众可以来发挥爱心 做会帮忙 那我们云林区呢 目前服务大概1300位的弱势长辈 但是我们今年度的木盆呢 比较辛苦一点 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 距离端午节只剩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但是我们还上缺400分 那这400分还是因为刚刚有中心保全 赞助我们100分的状况下 我们还欠缺400分 那一份呢是300块 那我们会在端午前夕 由我们的站长亲手送到我们的长辈家 那希望号召各位呢 一起帮我们分享这个讯息 让社会大众知道我们的需求 让更多人支持我们在地的服务 本年观老年的人口是全国第2座 政府虽然大立推动老人会照顾给母 但是有缘无缘 协设计中备更加需要社会台中的关怀 华三基金会会照顾 也会这些老中备带来温暖 记者刚愚 彩虹报道